好,在看完了生次短语之后,咱们来看一看36课的课文部分 咱们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先谈到了治国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 如何能够稳定的发展,经费问题 谈了这么一个问题,谈得比较专业 咱们来看一看第一句话,看屏幕 他说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大体上分崩离析的这么一个状态,分裂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有责任,让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 那么前面这个逗号之前,这黄颜色的明显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具 在这种条件下,这没什么说的 这个里面这个essentially是多一词 在这翻译成大体上,大致上 就是一个国家基本处于分崩离析这么一个状态 那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白颜色是句子主干结构,主句 主句里面的主语it是形式主语 这个东西被留给了这个政府来做 哪个东西呢 后面的to do,动词不定是 to hold it together,是真正主语 然后这个left,就是动词leave 表示把某个东西留给某人 是他的责任,他应该完成这个事 翻译成中文,咱们主动翻译 就是政府有责任,干嘛呢 hold it together,当然是指前那个nation了 hold something together,表示团结起来 就是政府有责任,让这个国家再重新团结起来 整个翻译一下 如果一个国家大体上处于分裂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政府有责任,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 也是这么一句话 这里面一些小的细节咱们看一看 首先来看一看这个essential essential常见的意思呢 有两个 第一意思大家可能更熟悉 他表示used for emphasizing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something or fact about something 这是被用来强调一下 什么东西是一个事情最重要的方面 或者关于这个东西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实 就是本质上,根本上 这个东西的本质上,根本上 这个是他第一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呢 最常见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re are three essentially different ways of tackling the problem 那么我们这里有三种呢 从本质上不相同的 那么解决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tackling,来自tackle 咱们三侧讲过 叫处理 处理这个问题 根本不同 从本质上就不一样 这是第一意思 但本文中呢 还不是本质上分裂 而是大体上 所以essentially有第二个常见的意思 我们记住 还可以表示 就是used 就备用来 for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mostly true but not completely true 就是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但几乎 这个 大体上 差不太多 就大体上正确 并不是完全正确 大体上或基本上 怎么怎么样 一个国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分裂 就大体上基本处于分裂状态 是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the list is essentially complete 这个名单 这份清单 大体上已经完成了 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修订 但基本已经完成了 说大体上 在另一个说 看这个例子 his analysis of urban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has been proved essentially correct 他的关于城市使用 什么呢 对于农业用地在城市使用的分析 被证明怎么样 基本正确 大体上正确 有一些小的失误 但大体上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看到 essentially是两个意思 回顾一下 第一个表示根本上 本质上 第二个是大体上 基本怎么怎么样 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说如果一个国家大体上属于 disunited就是分裂了 分崩离析的 这么个状态 united不是联合起来的吗 disunited就是分崩离析 分裂状态 这是怎么样 这个政府有责任 让它团结起来 这里面 it is left to the government 咱们说了 it是形式主语 为什么left呢 它来自于leave的被动 这个leave有一个意思 leave在这不一定是离开 在这是多意思的表示 to let someone else decide something or be 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让一个别的人 让他来决定某事 或让他为某个事情来负责 就让某人决定 或负责某个事情 这个被留给他来决定 被留给他来负责 那么中文中很少用被动 用主动翻译 就政府有这个责任 让他重新团结起来 就这么一个 尤其用在固定搭配 lea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本文中是用的被动 咱们看一些例子 you can leave the cooking to me 比如说这个做饭 做饭是交给我吧 你出去吧 等会到家饭就熟了 把这个事让我来负责 我来管这个事 让我来做吧 lea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某个事留给他 让他来做 让他来负责 再比如说 I'll leave it to you to buy the tickets 我把买票的事交给你了 你管这事了 我们可不管了 买不着可都找你孙长 I'll leave it to you 大家注意这个it在这 是个形式上的宾语 把这个事留给你了 真正宾语是什么 to buy the tickets 买票 这个事留给你了 本文中的it是形式主语 这是形式宾语 都是把某个事 让某人来负责 或由他来负责这个事 本文中就这个事 被留给政府负责 咱们中文中翻译 政府有责任 干嘛 to hold it together 这来自于这么一个搭配 hold something together 一个小橘子里藏着好多秘密 英语词法真是坚深 不好学 越计水平越高 英语水平高低 语法那是小菜一点 对语法一窍不通的人 张道真老师说过 通过几个月时间做完语法 能吃亏专家 但是词法真是坚深 真是太坚深了 当然如果你把词汇搭配 也看到语法的范畴 我们就没话说了 但词汇搭配跟那些从具 这些语法还是不一样的 词该怎么用 习惯用法习惯搭配 这太火了 hold something together means cause something to remain together unite something 使某个东西能够保持在一起的状态 让它团结起来 就是使什么什么团结一致 不分裂 这么一个状态 hold something together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方说 the country needs a leader who will hold the nation together 他说这个国家怎么样 这个国家需要一个领袖 这个领袖就是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 团结一致的 这么一位领袖 少这么一位领袖 这可以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in those days the church held the community together 我说在当年 在当初 in those days 就想当年了 在当初 怎么样 说我们这里就是教会 让我们社区团结 没有分裂开 the church可以表示 教会在这不一定是教堂的意思 好 这是这个团结 整个句子好理解了 就如果一个国家 大体上处于分裂状态 那么这个政府呢 有责任把它重新团结起来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句话 那这样一来有什么后果呢 这样一来 咱们看第二句话 他说了 this increases the expense of government and reduces correspondingly the amount of economic resources that could be used for developing the country 他说这 this就承接上门第一句话那个事 就是你政府不要有责任 把它团结起来 这需要钱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政府的开销 expense 叫开销 花了钱开支 并且怎么样 and 引出并列句 并列句主语还是this 所以主语就不说了 这同时又相应的减少了经济资源的数量 reduce common covenant 这个副词 correspondingly 咱们词后中讲过 相应的 因而因此 相应的就减少了经济资源 就钱了 这个是量 amount 一般多修饰不可说明词 但是在本文中 resources表示钱跟钱相关的 在这种情况下 非正式场合 我们也可以用amount这个词 关于这个质量 咱们一会会详细说 减少了这个量 什么量 是什么经济资源 再看定义从具 that could be used for developing the country 就能够用来发展国家的经济资源 这个量相应的就少了 因为国家政府一共就这么些钱 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这增加了政府的开销expense expense这个词表示开销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可数名词可以用复数不可数名词单独使用都行 在这可以看到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表示开销 具体的一笔两笔开销是可数的 就是开销经费花费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可以 这个词比较糊 为其相应的 corresponded就相应的 相应的就减少了数量amount amount多修饰不可数名词 member表示数量多修饰可数名词 这个咱们承认 但有一点例外本文中也不能算错 为什么 咱们看维师字典关于这两词的解释 咱们就明白了 看看屏幕上的解释 他说了 number is regularly used with count nouns 这个number这个词 一般的通常是跟可数名词来联用 就用它来修饰可数名词 count noun可以叫可数名词 他举个例子 你讲 a large number of mistakes 大量的错误 这个mistake一定是一个可数名词 这number绝对不能跟不可数名词来用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这个wire amount is mainly used with mass noun mass noun可以翻成不可数名词 而这个amount这个词主要是跟不可数名词来一块使用的 主要是用于不可数名词 你比如说annual amount of rainfall 每年的降雨量 这个rainfall降雨不可数名词 就是不可数名词 后面说 the use amount with count nouns has been frequently criticized 就是把这个amount用于可数名词 就是经常被人所批评 认为这个用法不是特别正规 那么使用的时候一般是怎么用 it usually occurs when the number of things is thought of as a mess or collection 它使用的时候通常发生在这个场合 就是这个东西 这么一堆东西 被认为是当作一团或者是一个整体来看 把这个大堆东西放在一个整体来看 这个时候可以用amount 它举个例子 比如说glad to furnish any amount of black pebbles 这都是有出处的 我们很高兴的 furnish可以有点供应的意思 我们可以供应任何量的黑色的卵石 黑色卵石它被它看作是一堆一堆的 所以用amount在这 这一堆一批 一大豆子卵石放在一个整体的 这个时候用amount 它勉强也不能算错 或者怎么样 or when money is involved 或者一旦是涉及到钱的时候 因为money本身一定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涉及到钱的词即便是可数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amount 比如说a substantial amount of loans 大量的贷款 我们注意到loans这个词贷款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贷款是指钱 所以这个地方用amount 勉强也算正确 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跟可数名词还用number是最稳妥的 number肯定不能不可数名词 但amount未必它只用在可数名词里面 但是我们考试是不是得分开好一些 所以本文中的因为涉及到钱了 按照伪失字典的说法 那么也是可以的 尽管不是特别正式 这是这个解释 为什么这个地方 resources 资源是个负数名词 前面有amount 就这么一个含义 因为本文中经济资源就是钱 跟钱相关 好 那么经济资源就会变相应的会少 什么就是 that could be used for developing a country 可以用于发展国家的经济资源 use something 我们借词一般可以跟for 这个答案也可以记住 us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或者for doing something 这个用来做某事 把这个动物用来去做某事 我们for whome家名词都可以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y were using animals for scientific experiments 他们使用动物来做科学上的试验 使用某个东西 用于某个目的 是这么一个 好 我们再看一看下面一句话 来看后面的第三句 看屏幕 他说 and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how small those resources are in poor and backward country 并且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个东西不应该被忘记 咱们中文中翻译上 我们不应忘记 但是英语中一般就用不着说我们了 不可能忘记 可能是人不可能狗不会忘记 所以那个人就甭说了 这个东西不应该被忘记 前面it依然是形式主语 什么不应该被忘记 当然how到句末引导的整个是主语从句 这个黄颜色主义从句 就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个再一个 但主义从句里面in到巨末写体字是壮语了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面 这些资源是多么的少 它多么小了 就资源多么的有限 那么你如果穷国在分崩离析的话 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 经济资源就更少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backward生死中有 叫落后的 贫穷落后的 咱们就专门看一看 这个backward它的具体含义 backward means developing slowly and less successfully than most others 比大多数其他的发展的缓慢 或者没有他们成功 跟其他大多数相比 发展的慢一些 或者没有他们成功 这就落后的 只人只事物都行 比如说 backward child 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孩子 他可能成绩比别的孩子差 或者发育的更缓慢一些 比较落后了 落在别人后边了 再比如说 it will take decades to bring this backward country into the modern age 我说要让落后的国家 进入现代的时代 恐怕要花贵数十年才想 decade 是ten years 好几个十年 数十年之后 才能让落后国家 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里面来 本文中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请别忘记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面 这些资源是多么的优先 看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他说 where the cost of government is high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are correspondingly low 前面为了引导 当然是个地点装于充具 在政府开销 很高的地价 怎么样呢 那么用于发展的资源 相应的就会低 这是讲了这么个辩证法 一共就这么些钱 然后后面的主题中resources 是主语 后面for development 后制内修饰这个resources 用于发展的资源相对的就低 correspondly 还是相应的相对的 就这么一个 相应的就会变低一些 这是第一段 先讲了一个生活中常识 就是一个政府 如果处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里面 那么在发展经济方面资源 就会捉紧见证 因为你要把老百姓团结起来 要花很多钱 这是第一段 接下来一会儿 第二段的作者 就用公司和经营公司 和一个政府做做一个类比 来说明为什么 我们这方面的开支非常重要 好 第一段 跟老师先看到这